尸体没回答江远 但这并不妨碍江远的判断 十七叔是父亲的远房堂弟 平时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但逢年过节 总能遇上 加上他出众的体型 江远自问没有认错 一时间 江远的情绪有些波动 紧接着 江远又不由地想起父亲劝说自己回老家考工时说的话 老家到处都有亲戚熟人 做什么事都方便 回老家比在大城市舒服多了 果然 父亲没有说错 哪怕自己做的是法医 也能遇到亲戚熟人的尸体 相隔不久 老法医吴军抵达了现场 他穿了剑白大褂 肚子围龙 像是名座办公室的老干部似的 眯着眼看了看四周 再仰头瞅了眼江远 笑笑道 小江先到了 去把勘查箱拿过来吧 带来了 江远积极的不行 早就从勘查车里 将一只大黑箱子滴溜了过来 厚厚重重的 很有质感的样子 打开来 就见上盖规规整整的挂着钳子 镊子 古具 古枣 古锤 古锤 古简等物 下盖却是胡乱的分成三个区域 乱糟糟的 有棉花 有纱布 有注射器 有卷尺 有不锈钢餐盒 有毛巾 多取几个口罩 给大家督发上 人手一只 吴军自己拿了一个戴好 看着江远给现场的民警督发了口罩 才搞笑式的问 知道为啥第一件事 是给大家发口罩 江远道 其防护作用 也避免污染现场 这是书本上的理由 吴军给已经戴了两层手套的右手 又戴上第三只手套 且道 让你给每个人发口罩的另一个原因 是为了遮盖表情 江远一愣 吴军继续道 做警察的 做法衣的 都是见多了尸体的 有的人 尤其是你们年轻人 说话说着说着 表情就控制不住了 万一有人笑出来 再遇到媒体或者群众拍照 这就很麻烦了 所以 我的勘探箱子里 戴最多的永远是口罩 来现场的有一个算一个 都戴上了再说话 江远恍然 吴军这时候才俯身做起了现场勘察 江远也学着多套了两层手套 再道 师父 这个人 尸体 我认识 哦 怎么说 正在观察尸体位置的吴军看向了江远 看着像我十七熟 江远呼了一口气 吴军沉默两秒 问 有把握吗 双下巴 大肚子 大鼻子 旁边有大痣 应该是十七熟了 江远略保守地形容了一下 节哀顺便 说说你十七熟的情况吧 吴军再次低头 道 温度计 江远的目光一开 从勘察箱里取了温度计给吴军 在开口道 我十七熟今年应该是五十岁 是我二爷爷的小儿子 属猪 他家很早搬到县医中家属院了 在跟前开了一家小餐馆 有车 爱抽烟 有一些债务纠纷 吴军一边听一边做检查 并让江远做记录 接着又要了穿刺针和注射器 抽了血尿备用 不一会儿 刑警大队长也赶了过来 紧接着 就是县局主管行政的副局长和局长 意识匆匆而来 法医这边有什么结论 局长亲自询问 身后跟着副局长 刑警大队的大队长黄强明 以及包括刘队长在内的几名刑警大队的中队长 命案是刑事案件中最受重视的 尤其是新发生的命案 配置以行政级别来计算 得是普通案件的上百倍 最近些年 命案的发生率明显呈下降趋势 但对警方来说 重视程度则是直线上升 吴军不慌不忙地站起身 挺了挺肚子 道 致死原因 初步估计 是锐气插入后警造成的颅脑损伤 目前没有发现其他的伤口 具体情况要回去剖开了看一下 局长N了一声 自己也观察着现场 吴军继续道 尸体有搬运的痕迹 地面上的血迹也很少 所以 死者应该是被抛尸在了这边 很有可能是激情杀人后抛尸了 大队长黄强明等吴军说的差不多了 给出了一句判断 局长缓缓点头 看看两边正在拍照和提取血迹和痕迹的民警 问 关于被害人 现在有什么情报 死者今年50岁 属诸 吴军语气依旧的报告 局长等人的目光不由再次集中在了法医身上 吴军平静地看看众人 到 死者家住县一中家属院 开了一家小餐馆 有车 爱抽烟 有一些债务纠纷 正在弯腰看伤口的刘队长 不由自主地直起身来 亚然地看向吴军 老吴 可以啊 这都能推理出来 老福尔摩斯啊 不过 开饭店和爱抽烟 是因为手指上有油烟和烟字 债务纠纷怎么看出来的 吴军笑而不语 很享受的样子 这不愣竞在文干小證吗 我们可不不得确定 宝器